猪龙广的演艺生涯中,参演《西游记》,仅仅三场戏却引发了国际争议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谈悟更多的佛心会语。 最终甚至惊动了外交部,这无疑是猪龙广一生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。 那么,究竟是为什么猪龙广出演佛祖的角色会引发国际争端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佛度员。 原来,1986年版的《西游记》已经播出后,在国内不仅家喻户晓,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佛教和华人影响的地方也大受欢迎,正因如此,这引发了国际争议。 这一切的缘由是因为远在尼泊尔的人们看到猪龙广出演的佛祖后,认为他扮演德太逼真,竟然有些尼泊尔的佛教信徒误以为是真正的佛祖现实了。 于是,远在尼泊尔的信徒们纷纷给猪龙广写信,希望他能改变国籍,回到尼泊尔,大量的来自国外的信件不断寄送给猪龙广,甚至有些信徒直接递交给了中国大使馆。 这些事件也惊动了外交部。 猪龙广对于这些事情感到苦笑不已,自己仅仅出演了三场戏居然要改变国籍,回想起黄刚派摄时的一次神奇事件。 猪龙广更是无法解释,当时剧组进入黄刚之前,这里正遭受一年一度的旱灾,几个月都没有下过一滴雨,当地的人民在干旱中苦不堪言。 然而,奇迹就发生在剧组到达的那天,黄刚竟然下起了大雨,而且持续了几天,这让无论信佛与否的人们都感到难以置信。 猪龙广亲自讲述了这个神奇的经历,甚至认为是因为出演佛祖的缘故,自己的运气都发生了变化,放一段他讲述对方中了彩票的视频。 虽然现在看来这一百元并不算多,但在那个年代,这可是几个月的生活费,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 难以相信,猪龙广仅仅因为出演了三场佛祖的戏份,就成为了世界佛教众人敬仰的真佛,不仅佛教发源地尼泊尔请猪龙广回祖地,甚至在一次拍摄时,猪龙广竟然被民众叩拜。 就在他与六小灵童一起在大佛寺拍摄时,剧祖先给孙悟空拍摄了一些镜头,猪龙广等待戏份的时候,有些人来到寺庙上香,看到活着的活佛猪龙并纷纷前去跪拜,并不断念佛经。 猪龙广的形象不仅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如来,甚至出演之后,他的佛祖形象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甚至在国外也是如此。 据他介绍,他在一次国外旅游中经历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,谁能想到猪龙广扮演的佛祖形象在国外竟然大受欢迎。 猪龙广本来是去泰国旅游的,然而在逛街时,他听当地人说附近有一块出名的佛牌,非常灵验, 而且价格不贵,于是他决定买一个,毕竟要入乡随俗,但是当他拿起佛牌时,却发现背面竟然刻着自己的相貌,这岂不是自己祈求自己,猪龙广感到哭笑不得。 这是谁在保佑谁,自己花钱祈求自己。 如今,猪龙广的佛祖形象已经为世界人所熟知,成为被刊登在各种场所和物品上的图案, 也因一部剧而在全球传播,被全世界公认为佛祖,欢迎订阅佛度员,带你缠悟更多的佛心会语。 然而,你是否曾想过,当时导演杨洁在1982年为了找到合适的佛祖演员而整夜难以入眠, 整个剧组已经聚起了所有的神仙,甚至连妖怪也都在天庭集合。 但是佛祖的人选一直无法确定下来,经过了20多次的面试。 整个剧组只拆佛祖一角才能开始拍摄,尽管佛祖的角色戏份很少,也没有太多的身体动作, 但这个角色的重要性不可忽视。 佛祖在《西游记》中的形象堪称最考验演员形象的角色, 因为他是佛教和人民心中公认的佛教领袖,如果佛祖缺乏精神力量, 整个剧集也将流于空洞。 出于这个原因,整个剧组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合佛祖形象的演员。 正当他们陷入困境之际,总化妆师王熙忠老师想到了朱龙广, 他邀请朱龙广加入剧组,经过一番劝说。 朱龙广也同意了王老师的建议,而事实上,在此之前,朱龙广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。 他曾在电影《地道战》中出演角色, 并且此片一经上映就深受观众喜爱, 在当时甚至创下了18亿观影人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, 这也是朱龙广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。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王熙忠老师的邀请。 面对王老师的邀请,朱龙广并没有拒绝, 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, 不要让自己扮演妖魔鬼怪的角色。 于是,他开始化妆、试妆, 当他从化妆间走出来时, 所有人都惊呆了, 他真的太像了。 戴上大耳朵和头饰, 气质充盈, 给人一种完美的感觉。 尽管朱龙广具备了佛祖的气质和外貌形象, 但是剧组的时间已经耽搁得太久了, 没有时间让朱龙广熟悉角色和技术台词, 所以只能在拍摄过程中编曲编拍, 他跟着大家学习如何走路, 特别是学习如何在天庭与众神齐聚的那一段。 因此, 朱龙广也努力模仿其他演员的表演。 然而, 朱龙广却因此被导演杨洁训斥, 原来是朱龙广在某个戏剧性的片段中搞错了角色。 这一段闹剧引来了剧组的大笑。 之后, 朱龙广没事了就去研究佛祖的表情, 形态和属于佛祖的独特气势,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去寺庙去看一看, 就这样在杨洁导演的严格要求下, 朱龙广的佛祖形象几乎成为了真佛转世。 而朱龙广拍摄佛祖也越来越得心应手, 对于细节、气势, 甚至整个大脑在出演时都已经进入了放空境界, 犹如一尊真佛现实, 阿弥陀佛也就是他的辛苦, 让佛祖的形象甚得人心, 对于传遍天南海北的佛祖形象, 如果朱龙广要收肖像费的话, 几乎可以赚得盆满钵满, 但犹如佛祖心性一般他并没有这样做。 这也是为何他的佛祖形象深得人心, 且不论小到十几岁, 大到八九十岁, 都深深地记住的朱龙广所饰演的佛祖。 朱龙广的佛祖形象在电视荧幕上深深地触动了无数人的内心, 他的演技被认为是超越了凡俗世界的存在, 然而, 对于朱龙广而言, 扮演佛祖不仅仅是一份工作, 更是他追求精神层面的一种修行。 在佛学的角度来看, 朱龙广的扮演佛祖是一种功德修行的方式, 他通过虔诚地扮演佛祖。 完美地展现佛祖的慈悲和智慧, 传递正能量给观众, 在他的演技中融入了佛法的精髓, 每一次佛祖的表情和姿态都如同佛陀亲临人间一般, 给人以无比的宁静和慈爱。 朱龙广在扮演佛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与佛祖相通合一的感觉, 他开始将佛法的教义运用到生活中修身养性, 坚持戒律, 修行佛法, 在日常生活中, 他努力保持慈悲心和智慧, 对待他人时充满善意和宽容。 通过扮演佛祖, 朱龙广体验到了以心灵为中心的平静与安宁, 他学会了面对人生的起伏和磨难时保持平和的心态。 对于外界的荣辱, 得失不再执着, 学会了放下自我, 关注他人, 并将立他心放在首位。 朱龙广的佛祖形象深得人心, 不仅因为他的出色演技, 更因为他传递给观众的佛法智慧, 每一次扮演佛祖的经历都是一次佛法的传播, 给人们带去启迪和启示, 让人们感受到心灵的净化和内心的宁静。 在朱龙广的演技中, 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佛法的智慧, 观众们看到他的容貌和表情, 仿佛感受到了佛祖的慈悲和智慧, 产生了对佛法的向往和敬仰。 朱龙广扮演佛祖的形象, 已经成为众多人心中的信仰象征。 他无需收取肖像费, 因为他的行为和表演, 已经在众多信徒心中落下了深深的印记。 朱龙广意识到, 他扮演佛祖的价值, 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成功和荣耀。 他明白, 作为一个表演者和佛学信徒, 他有责任将佛法的智慧传达给更多的人。 他开始积极参与慈善活动, 用自己的名气和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,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 朱龙广的佛祖形象, 已经超越了电视剧中的场景。 他赋予了佛祖这一形象生命和智慧, 他的演技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演, 更是一种对佛法智慧的传递和弘扬。 他通过演艺佛祖来告诉观众, 佛祖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存在,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修行和追求自我超越, 成为内心充满慈悲和智慧的伟大存在。 朱龙广的扮演佛祖, 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佛法的力量, 也让自己得到了心灵的净化与转化, 他深深地理解了佛祖的教义, 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, 并将这种意识带给了更多的人。 他用自己的表演赋予了佛祖形象美好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, 无数人因为他的演绎而心生敬佩和感激。 朱龙广在扮演佛祖的过程中, 不仅展现了优秀的演技, 更体现了佛法的智慧和慈悲, 他用自己的行为和表演向世人证明了佛祖的存在与智慧, 引导着人们走向真善美的道路。 作为一个演员, 他通过扮演佛祖实现了个人的成长和超越, 也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 朱龙广的佛祖形象将继续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, 他的扮演不仅是一次演出, 更是一次慈悲和智慧的传播, 他用扮演佛祖的角色将佛法的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, 带给观众内心的平静和希望。 他的演技和佛学修行, 让人们感受到了佛祖的存在与力量, 也激励着人们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坚持不懈, 超越自我。 和您有声音乐预言, 你的致力和佛祖形象的交 junt与力量,